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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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論是花園成師或者是林蔭大道 都是從小小的一顆種子開始做起 但是我相信有更多士民朋友是跟我一樣 就是不太知道該怎麼樣種花種草 雖然都很喜歡花草 但是常常有時候好像植物在我們手上 沒有多久就半死複活了 那到底該怎麼辦呢 其實就可以來參與我們這一段野花惹草 今天我們在現場除了那樣 西綠色遊擊隊為大家帶來一個行動聚 社區中的阿豪省是人人皆知的綠首職 在他自家的窗台上 他種了各式各樣的荒草以及植物門 老闆在這裡不知道是誰的 這裡是台北市政府 B999市民熱線 喂 A的快遞怎麼那麼多雜草啊 趕快除一除 不好意思 我之前會立刻派人去處理 謝謝 A的快遞上怎麼那麼多垃圾啊 政府在抽什麼 好 我們這幾天立刻派人去整理整理 就有人可以跟政府一起來整理這些空地一半就好了 啊好省啊好省 欸什麼事 你們家樓下的快遞啊 以後就幫我們照顧囉 喔好好好就幫忙來進吧 好省啊 小省啊 您今天我這樣做就對了啦 真的很感謝咧 啊做會 做會怕病啊 好啊好啊 來來來 我們這在吃東西 你啊 於是 台北市的第一塊永久性社區園埔就此誕生了 社區園埔是在國外行之永遠的計畫 有別於現有的公園 市民農園 觀光農場的種植空間 它是在社區中 人家房邊就有的園埔 它可以是菜園 花園 公園 但最重要的是 這是一個居民可以認養精自種植的地方 我們大概行動應該是可以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遊籍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社區營造 那就是遊籍的話 我們就是之前有去過就是南港的山 南港就是有一塊好好看的地 就是申請台北好好看綠美化的地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種菜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 後來主要都是在羅斯福路附近的地 然後就是遊籍的部分 然後社區營造就是我們跟那個 台北市大安區的溫州社區法輪協會合作 因為那個社區法輪協會就是他們社區裡面有 就是有一塊國有地 就是有 就是房子拆掉之後閒置在那邊 那就是那個社區法輪協會就是希望可以把 那塊地就是整理起來 變成是讓社區的人可以去種菜或者是種花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跟那個協會一起去 就是想想說要怎麼樣 就是用一些活動或者是 設計一些制度來吸引居民到那邊去活動 它那塊地是國有餐區的 然後所以跟國有餐區的那個任養的機制 就是它要維持的是兩年 那兩年其實就是一個不長不短的時間 然後你很難說去想說 欸那我們長期的規劃是什麼 就好像就只能想這兩年 工地任養 對就是他們在做的 任養一些公有地 然後做一些種植 然後它這個辦法有一些問題 像是兩年之內就在到齊 然後兩年中間可以無條件的被損毀 那這樣子就會對任養民眾造成這些困難 那這個部分有馬上有修改 那這個部分我要 我必須要做一個了解 因為我們也是工地任養的主管機關 今天我們在這裡開這個記者會的目的 是為我們的新書 點花惹草來做行銷 那至於大新興綠色遊籍隊呢 因為他們經常在台北市的各個角落 他們也表示 他們希望能夠增加台北市角落的一些綠意 所以他們會種花糊種菜 那我們是很肯定 他們綠化台北市的用心 所以今天呢 也邀請他們來這裡做了一個行動劇的演出 對但是我們記者會最主要的目的是 行銷我們這本新書 那工地任養的問題 可能我要再做一些了解 再回覆你的話 拖了四個月才申請到 而且他其實也不曉得為什麼要拖誰 那 有誰拖啊 郭友查理局還是 對其實郭友查理局的那位承辦人員 他那一群都收拖 然後不曉得我自己要改進什麼 從什麼資料 但是後來又成功了 所以 他過程的算是還蠻繁複 而且又會拖延 對 所以有時候甚至還要親自去拜訪 那位理事長最後 比較後期的時候就真的走到辦公室 比較親自的溝通 所以如果說今天有一塊前置空間 然後有不同的單位來申請 那我要整個領選說是哪一個單位 可以獲得這個任養的資格 那個領選機制跟標準現在都不是透明 其實 完全是 應該等於是沒有 嗯 所以就是承辦員可以決定 對 其實是承辦員 現在我可以定你任養 可以讓你任養 但是我可以無條件收了 這也是承辦的人可以自決定 就是他不用跟任養人去溝通 任養人也不太知道為什麼會被收拖 當然這法令就是 是慢慢調整 我覺得也不能苛責他們說 一定要多麼的康明 多麼的公開 多麼的協商 就是說目前的現況就真的是 任養單位常常不曉得為什麼 而且是狂慌的 嗯 所以我任養到今天 我都真的不知道明天可不可以繼續任養 嗯 那這樣子的話社區 還有什麼動力來幫你 嗯 很多社區是覺得 這只是兩年的事情 那 因為我社區是十幾年的居住環境 那假如我兩年就砸下去了 那兩年之後等於零 那 我可能就沒有這個疑問 嗯 曾經到一塊 台北好好看系列二的公有地 它已經經過了政府的整頂綠煤化 那只是說 這個綠煤化狀況是很簡陋的 它只有草皮 沒有任何可以成陰 成涼的地方 也沒有路口 它就種一排小樹 那 就是它是一個完全 有點排斥於行人走進去 這塊空地的狀況 那我們自己大心就是發現 雖然 那一排灌木阻擋的行人 可是其實有幾個地方已經被踏出空隙 空隙 所以我們就私下決定 我們把某幾個空隙擴大一點 讓它真正變成一個路口 嗯 那我們也真的實際去做了 然後做一些裝飾 那甚至在 開了路口之後 在裡面種植 所謂的菜園 菜圖 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 過了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嗯 就化為無理 而且甚至是 我們剛開始開個那個路口 後來 各位路口管理廚也是把它種回去 也就是說它不太 它是蠻要求要到 回復到原本的堅肉狀態 這是我們遇到比較極端的情況 但是也有一些狀況是說 我們去游擊了 我們去種了之後 可能某些原因 或是是 維護管理的 比率沒有這麼高 到目前為止都還做 甚至有到八十幾天 三十幾天 對 我們之後 七月中開始 會在那個 會跟士林社大合作 開一個課程 對 就叫做 門前移的地變菜園 對 然後就是教大家說怎麼樣去 就是你發現了一塊閒置的地 然後你怎麼樣去 就是自己去種它 或者是你去透過一些任養的機制去 讓那塊地可以經營